我们六个朋友我们平时一起打球的 这个店家他也是打球的 那么后来了解到他是卖球鞋的 刚好我们大家想要采购一批球鞋 那么我们就在他那边一共买了六双的篮球鞋 科比六 小方介绍 球友开的店在杭州杨柳郡一区底商 店名是英文 4月底 他和朋友在这里买了六双鞋 一共18700多块钱 对方说没现货 会调货发快递到家 5月2号他们收到两双 发货地在湖北 5月9号收到四双 这次是重庆发货的 小方表示 收到的鞋子上都有掉包扣 他们收到后都拆掉丢了 几天后 他们发现第二批的四双鞋子有问题 小方带来了五双鞋子 有一双是第一批的 他说第一批这双是正品 鞋舌的颜色要深一些 把鞋垫拿出来做对比 也有色差 那个鞋舌上面的走线 感觉 因为正版的话 它的走线是不会暴露在外面的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它的那个鞋侧面的 耐克的钩子上面的喷墨 正品它是会有延展开的 但是它那边就很生硬 那么第三个 球鞋的中底 就打开来 我们打开来看 就非常的粗糙做工 它的走线也很粗糙 小方说他们上传鞋子的图片 到德物APP上做了鉴定 第一批的两双 鉴定为真 第二批的四双 鉴定为假 这证实了他们的猜测 我当时其实是对他非常失望的 说实话 我们这些鞋子在他那边买 也没有便宜多少钱 没有会想到他会 我们花这个钱会买到假的鞋子 但是对方就 现在就死不承认了 他就不承认这个鞋子是假的 也不退 对 然后就一直这样跟我们扯皮 一直一直 然后也见不到他人 既然这样子的 我们现在诉求就是假一赔三 这家店上了锁 物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说 这家店经营时间不规律 最近一直关着门 小方拿出微信聊天记录 对方说售后解决方案是 以掉包扣在鞋上为准 拆开后不退不换 小方表示 5月9号第二批鞋子的快递送上门 全程都有监控 顺风进来的 然后包括我们去拆这个快递 拆这个 他这个掉包扣 鞋盒的视频都有 一开始是说可以解决 后来就是我们 以这个我们拆掉的这个掉包扣为由 后来就不理我们了 监控中看不太清鞋子上的掉包扣 小方说 当时拍了两张照片 鞋子上是有掉包扣的 现在对方不接他们的电话了 建议记者试试 记得用自己的手机拨打过去 接通之后 对方说在重庆老家忙着结婚的事 小方手中的鞋子可能不是他的 然后我们的照片上 我们的那个照片上是有掉包扣 包括他自己收到的鞋子之后 拍的那个照片上面都是有掉包扣的 然后后面呢 他去鉴定 以及后面给我就是说 反馈的视频以及照片 上面就没有掉包扣 如果说没有掉包扣的话 我们就没有去办 没有办法去认定这个鞋子 就是从我们这个地方给他的 这双鞋怎么分了两批发货 前面两双的话是掉的货发的 然后后面那个的话是我们自己有 这个尺码的鞋子 如果现在有人的话 我是不在杭州 你可以稍微等一等 我可能是月底的时候 我这件事情弄好了 我就会回来 私底下两个人 双方见面 鞋商这个问题也可以 然后可以去市场 那个市场监管鞋商也可以 物业方面说 这家店没有向他们提供 营业执照 小方把情况反映到了 杭州蓬布市场监管所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